中国人大代表浙江丽水市委书记胡海峰 3月4日参加中国人大预备会议时 被问及他的父亲胡锦涛的健康状况时 回答挺好的挺好 不过有港媒披露 早在5年前胡锦涛就因悲愤难疫 导致血压肃生中风被送入疗养院 并被诊断出帕金森症 胡锦涛身体挺好 其实与习近平有关 港媒报道披露的细节称 胡锦涛2015年8月20日 在中共组织生活会上发言时 悲愤难疫导致血压肃生中风 被送医救治诊断出帕金森症 胡锦涛对前去探望的中共政治局常委提出 他支持接受公开病情及不保密等 胡锦涛出院后继续接受中西医物理治疗 以恢复手足功能 胡锦涛说 总该趁有利条件和环境 把工作大事回顾记录下来 对历史有个交代 胡锦涛在疗养院期间 还写了方至中央委员会 即退离休原中央委员的信 亲自交给前来探望的习近平栗战书 报道称此时的胡锦涛悲愤心情仍然难以平静 他紧握着习近平的双手眼泪直下 并对习近平表示要勇往直前等 不过习近平上台后废除来人干政 轻缴江泽民派系 为胡锦涛出了一口恶气 不过最终还是没有动江泽民 以及其派系投面人物 包括曾庆红 贾庆林等 江湖恩怨中 胡锦涛也算是忍辱负重 十年主政被徐才后郭伯雄 携天子以令诸侯作为甚少 且还三次遭遇暗杀 乃至于中央更下令 未经召唤禁胡锦涛三迷者格杀勿论 从胡锦涛遭遇的三次暗杀来看 第一次是黄海刺胡事件 2006年5月 时任军委主席胡锦涛 在黄海检阅军队时 现遭张定发等人暗杀 当时胡锦涛到黄海视察 他乘坐的导弹驱逐舰突然遭到两艘军舰开火袭击 胡身边的五名士兵被打死 胡锦涛直飞云南 一周后才返回北京 被拘捕的舰艇官员公认 江泽民心腹海军司令员张定发 受江泽民之命安排刺杀行动 第二次暗杀是2007年10月 上海世界夏季特殊奥运会 胡锦涛在上海西郊宾馆宴请出席特奥会的国际贵宾 保卫部门在胡锦涛下榻的上海西郊宾馆地下车库内 发现在食品专用车的司机坐垫下 藏有2.5公斤装有定时器的烈性炸药 这一事件也是江泽民死党所为 但更多细节被严密封杀 胡锦涛第三次遭遇暗杀是在2009年4月23日 胡锦涛黄海阅兵 在有29个国家的海军代表团 14国海军21艘舰艇参与的活动中 胡锦涛提前获悉暗杀行动 突然改编计划 先会见29国海军代表团团长 同时派军中心腹 将企图弑军的海军舰艇官兵搞定后 12点左右 胡身着西装开始了阅兵 尽管胡锦涛平安无事 但他无法压抑自己的愤怒 胡锦涛脸上每块肌肉都绷得紧紧的 而旁边站着的江的亲信郭伯雄行军礼时 手瑟瑟发抖 随后在薄熙来事件中 中南海319政变 也是要拿掉胡锦涛 但周永康这一计划也未能得逞 最后中央召集警卫团全体官兵开会 宣布一条铁的纪律 任何人员未经召唤下 擅自进入胡锦涛三米范围 格杀勿论 如今看来 习近平还是为胡锦涛报了一筹之鉴 胡锦涛心头舒畅 或许健康也随之好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